大家好,我是ClearThePack 好啦,那麼呢,這個是這個禮拜的這個公會任務 這個禮拜的這個公會任務 是一個蠻不簡單 就是比之前的公會任務比較麻煩的一個任務 就是因為他需要他王關的時候 你消出一粒心腐蝕,他就扣出王關2HP 然後所有攻擊都無視 這樣的話是很麻煩的,因為 因為雖然也肯定可以贏,只要你帶了轉數的 是肯定可以贏的,只不過不能秒 不能秒就慘了,不能秒就不是很爽了 而且這個第一關就是水狂跟光狂 這個公會任務是情人節的公會任務 所以照樣子看來的話 我們的火游蝦,不是我們的游蝦跟我們水游蝦跟水啦 我忘了 總之看來我們的光游蝦跟水游蝦是一配的喔 是一配的,真是難以置信 第一關就來個雙體共生,真的是很少見 第一關來雙體共生,真的是很少見 OK 我這裡竟然打不死 水狂 好,我開頭 然後 這裡隨便轉一下 然後就 兩隻都帶走了 拜拜 攻擊力還蠻高的 雖然我的那隻鴨子 我的鴨子的攻擊力才900多 算是蠻低的啦 在900多的話算是蠻低的 可是它攻擊 雖然蠻低,可是至少還是 差強人意,差強人意 對了,這個關卡叫做什麼 最後方之九龍 最後方之九龍 其實我一直以來,我之前 呃,怎麼說 之前都以為這個是 之前都以為這個是 秋比特 愛神秋比特 可是結果不是 我也不懂那個是什麼鬼來的 我一直以為它是秋比特 因為聽人家說之前好像也是有出過秋比特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懂它是不是run up 應該沒有吧 我好像沒有出過秋比特 而且秋比特 秋比特真的是太 太什麼呢 太熟了 太熟了 就是太舊了 每次 情人節都是秋比特的話 就真的很險了 哦,這裡兩隻小丑 兩隻小丑 這裡最好全體攻擊 打死他們 我也不懂為什麼會跑兩隻小丑出來 她們倆打人都有骨頭了 我氣心了 就有Combo 然後其實這個關卡 老實說真的不難 唯一的 讓人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個關卡 不能 速戰速決 它不能速戰速決 這就是唯一麻煩的地方 唯一比較難的關卡呢 就是王關的前一關 王關前一關可能是遇到解放的水狂 或者會遇到解放的暗光狂魔 兩個都蠻麻煩的 因為兩個呢 一個是 自殘 自殘扣20% 一個是25%盾 而且兩個人打人都 兩個人打人都 差不多8000左右吧 打人還算中等力道 然後CDE CDE的話有點吃不消 呵呵呵 OK這裡其實不需要消光竹 可是他天降 這裡不需要消光竹 你只要消到新竹就可以了 新竹會自動幫你回 不是 新竹會幫你回 回復你的HP 然後他會自動幫你打 自己打自己 自殘 這個叫做自殘 然後我們帶了光鴨子 光鴨子就是這種時候派上用場 哇天降搞錯 OK 拜拜 王關啦 王關這個樣子其實蠻難看的 呵呵呵 好像 一眼看上去好像那種佛祖的樣子 還是他根本就是佛祖 我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佛祖的樣子 可是 難道他真的是佛祖嗎 這個 我不懂為什麼會出這種東西啊 公會任務的話 只要是公會任務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拿到 只要公會 公會裡面的人都有打的話 就可以拿到了 這裡的王關 他打你CDE 可是 一點也不痛 一點也不痛 要打你三次你才會死掉 我的光鴨子的CD是沒有滿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練 所以我的CD是沒有滿 鴨子的CD是沒有滿 然後這裡好多木珠 好多光鴨啊 這裡有開TOG 然後開 鴨子 然後 我們 其實我是要開 其實我是要開鎖爾先的 開鎖爾先 然後再開 嫦娥 然後就發現了好多 新竹 然後就在開 奈寶尼了 奈寶尼的話 最好把全部都轉完 把全部都轉完 把全部都轉完最好 OK 我覺得全部都轉完了 不 超多新竹 可是也打不死他了 也是還沒有不死他 沒有他一半 超過一半 一半 所以接下來就要自己磨了 非常麻煩啊 要自己磨了 這就是所謂不能速戰速決的地方了 啊 我要睡著了 哈哈哈哈 我的光 光鴨子 的CD 竟然比我的長鵝還要來得久 天 好啦 開長鵝 收工 轉完全部 轉完所有的新竹 然後就收工了 好啦 掰掰 我們打敗了酒神 那個叫做酒神 打敗了酒神 好啦 那麼各位 這次的工會任務 情人節工會任務 過了之後就不知道還要等多久了 可能是新年 可能是 魚人節 呵呵呵 我不懂啦 那麼各位 希望國會任務時常有啦 大家再見 掰掰 並不肯 順便